消费日出英国第三季的GDP成长值 都可以观察到欧洲的复苏脚步 而赶在耶旦节假期前 美国要公布的是第三季GDP 还有卖九才订单这一连串的数据 我们将持续地为您掌握 带您看大陆的小职业者 为了要提升销售量 由一家卖猪蹄的摊商 店员竟然是扮起竹八戒 吸引民众钱来围观 上海也有女子化身为嫦娥 当街卖饼 因为最后带您看到这样有趣的画面 稍后请您锁定瑞涵主持的前线百分百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今天全球市场最讶异的是油价 频频破底创新低的油价 竟然在上个礼拜五出现了大局反弹 您可知道盘中强弹超过了7% 我们要问的是 油价不再破底了吗 油价止跌反弹 力道到底有多强 莫非跟昨天礼拜天 奥佩克的成员国开会有关系吗 到底会议的结论是如何 为什么会推升了油价往上做弹高 这60块钱有支撑吗 而且提醒您 这场会议当中似乎形成了 奥佩克国跟非奥佩克成员国 两大阵营的互相斗争 角力大战 待会听看看 怪的 还有包括这一个 今天的新台币又又在重点 创下了新低 照理来说 到了年底 应该台币有升的机会 照理来说 到了年底 外资应该要休假去 外资要卖 可是好奇怪 距离封关剩下8天的倒数时间 我们发现到 这一两天 台北股市当中 每每出现了大单敲进股 请问大单谁 敲进的目的呢 还有 到底现在卖进的标的 有哪一些目的何在 莫非是看明年 专家说明白 为您邀请的是 国际股市专家 戴信明 戴总 您好 晚安 对象晚安 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文字兵兵的 兵宇 兵宇 您好 仍然好 投资朋友 大家好 会计师冠青 冠青您好 晚安 仍然晚安 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期货专家汉伟 汉伟你好 若安好 大家好 确定了吗 台北股市 今天呢 又在呈现收红的格局 大盘是涨 95点还算大涨哦 而且 9000点占得完了 收9095点 亮802亿元 我刚问 确定了吗 是因为 零续两根的红K棒 请问这个底型 看起来还不错 确定了吗 打出个V底 是这样吗 而且今天的二红 很不赖的是这一条 一个月的平均成本线 它的位置是9073 震上去了 可是呢 当你往上看 还有一条线 这条线是半年线 位置是在9142 记个整数吧 大约是9150点 请问会不会形成心理关卡 这个半年线 有机会挑战越过去吗 不知道 我的疑惑来自于今天的量 它是大涨 但是量并没有跟出来 怎么办呢 幸好三大法人 同步是站在买方的 三买的法人 外资 今天也在买 而且今天的外资买超 是42亿元 两天 两天的买超金额 帮你算了一下 是124亿元 今天班的礼拜一的开始 本周的外资 会继续买下去吗 涨多跌少 亚洲股市呢 红的比较多 而且呢 涨幅最大的 是在香港恒深 好特别 今天呢 就它最强 开高震荡拉高 涨幅1.32% 说到了香港 刚刚开场我有说 国际油价大局反弹 所以油价在没大涨 港股今天是在能源啦 是由肋骨领涨之下 表现不赖的 涨幅第二名的是在韩国 0.68%的涨幅 最近呢 韩国对外签订的贸易协定 是越签越多 越签越积极 您可知道 韩国跟纽西兰 今天又完成了 FTA的草签动作 所以呢 之后韩国跟纽西兰 它的贸易往来 多达了九成以上的商品 都是掉到了零关税 免关税的哦 撤掉这样的关税的动作 所以韩国股市 表现不错 往下这么一看 戏剧性的震荡的是在上阵 不过上阵到最后 还是收红的格局 0.61%的涨幅上阵 统计一下 今年以来 中国大陆的李克强 对外出房 总共多达五次 而且呢 五次签了4.2兆新台币的大单 这个大单子 都是对外贸易啦 等等啦 所以推升了中国大陆的经济 在贸易部分 又都带来了支撑的动能 所以呢 这是雅谷的重要的消息 赶快跟您报告一下 现在一个月 一季半年年限 四条重要平均成本线哦 踩在脚底下 站稳的市场变多了 资本大陆关美股的四大市场 台北股市在哪里 请往下一个标题看 我刚说了 半年限到现在 依旧形成了盖头反压 就是台北股市 港股的强谈 莫非就是要追涨半年限 台港英法 都是半年限盖头反压 那最弱的呢 均线全部呢 都形成压力的 是刚刚说的韩国股市 回归到了国际市场 刚说的雅谷各自有各自的消息 可是呢 美欧股今天整个的市场 都在关心这个油价 为什么 油价本来都是频频破底 创新低的 五字头的油价 吓了一大跳 昨天OPEC开会 到底开会的内容是怎么样 竟然哦 纽约油价 您看 大涨4.45% 收在56.52美元 北海布伦特 云油更镇上了六字头以上 61.38块 可是重点回到了纽约云油 它的盘中哦 一度强涨 7.12%以上的大涨幅度 关键原因就在 昨天礼拜天的这场会议 汉韦 请问会议谈些什么 为什么油价会突然间大涨 第一个油价大涨的原因 是因为礼拜五的时候 传出来这个奈及利亚的部分 它是准备在明年的二月份 做一个减产的一个动作 那也就代表说这个 大家在讲说这个油价的供给 如果不做一个减少的话 油价不容易出一个反弹的一个格局 那礼拜五传出这个消息之后 整个盘中油价就出现一个 大幅度的反弹 因为奈及利亚在全球 是前十大的一个产油国 它一旦开始做一个 大量的一个减产的话 但对油价的一个供给量 是有做一个减损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礼拜天的一个 上个礼拜天所谓的一个 OPEC的一个成员国会里面 它谈到的重点是在于说 他们这一次是在这个 会议当中统一口径 就大家已经说好了 就是说 未来这个油价的一个部分的话 会下跌的主要原因是 所谓的一个非OPEC的一个产油国 它不负责任的一个产量 也代表说 OPEC产油国这一边的话 因为原本在这个 11月份的一个会议上面 不减产的一个过程里面 造成说成员国当中 有互相攻击的一个状况 那这一次的一个会议里面 就谈到说 他们认为说 不是自己本身的一个问题 是所谓的非OPEC产油国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情况当然就造成说 未来你就会发现到 既然他们已经统一口径了 所以未来整个一个OPEC 跟非OPEC产油国 它的一个对抗的一个力道 会变成一个增强的一个状况 可是我就是这句话读不太懂 你知道吗 因为上次我们都听到了 这个OPEC成员国当中 像沙烏地阿拉伯等等 他们都对外说 总之我们觉得 现在的油价是合理的 所以OPEC成员国 他们是不减产的 依旧提供这么大量的供给量油 那需求量没有那么强 所以油价当然就中错了 现在又把矛头丢向了 非OPEC成员国 不负责任 他到底所指的是 明明他们自己也不减产 为什么就说人家是不负责任 我觉得这很简单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全球一个主要的一个油的产量的一个图 会发现到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OPEC成员国基本上占了全世界的油产量 这边感谢汉伟的资料 四成一 这份资料来自于EIA 所以还有六 应该说五成九 是非OPEC成员国 对啊 所以简单据讲 为什么OPEC会说 这是其他人的一个错 因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的OPEC产量是在今年 一直都维持一个稳定的供给 那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美国今年的产量大增 所以他们这一次的一个主要的针对目标 就是所谓的美国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的OPEC成员国 是在骂美国的页岩油 页岩油 因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本身并没有做一个增产的一个动作 他一直维持所有原油的一个产量 那目前的状况就是因为 美国今年的原油供给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才造成油价的供给是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所以他才会讲说 这一次主要原因 油价下跌 你不要怪我OPEC成员 因为问题是在于说 美国是增产 他不做减产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油价下跌 你应该去问美国 什么时候油价会止跌 你不要再来问我所谓的OPEC一个成员 所以你可以看到 伊拉克的一个部长就说 60元的一个美元的一个原油 应该是一个均衡的一个价格 所以这个我觉得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这个可能是代表说 未来在这个原油 所谓的一个焦土战争之后的话 60美元可能是在这个 有一些被淘汰出去之后 这个油价可能有机会回到60美元以上 所以请问它的60美元 油价涨回去六字头 它的架构是架构在 日后的产油国 出口国 他们尤其是OPEC成员国 它会减产吗 还是说它已经把页岩油打败了 页岩油的出口量会递减呢 它到底架构在哪里 我觉得简单去看刚刚那张所谓的一个成员国的一个图会发现到 这个所谓架构的部分架构在于说 美国的页岩油的一个产商如果能够做一个退出的一个动作的话 这个原油价格有机会回到60美元以上 那现在问题就在于说目前看起来美国退出这个 页岩油市场的机会不太高 所以就造成说油价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我们刚刚看到供给是没有减少的 那需求的部分 你可以发现到这个所谓的EIA IEA就是所谓的美国能源署 国际能源总署的部分 对于所谓的12月份的时候 对于明年的一个全球的原油需求 从原本11月份的时候 112万桶每天 调降到88万桶每天 那国际能总署从113万桶调降到90万桶 这调幅都非常的大 代表的需求量递减 全球经济成长不如预期 对也代表说明年想要买油就这些 你们这些成为国不减产的话 油价就只能够下跌 所以就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供需失调的一个关系 还是会造成原油在明年的一个状况 看起来相对是比较看淡的 但问题就在于说油价下跌 到底对于整个股市的一个部分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我记得我们上礼拜有谈到 所谓的一个主权基金的一个部分 你会发现到全球主权基金有多少 现阶段来算的话 估算大概是6.8兆 6.8兆的美元的资产 6.8兆的美元资产 那当中你会发现到 油59.5%的部分是来自于油跟天然气 它的资金来源 所以油价越跌的时候 这6.8兆里面去算的话 这个来自于原油的部分 大概有3.5兆的美元 我们上个礼拜五有一份资料就是那个 全世界的主权基金的前三大 你看全部都是油国有没有 挪威 阿布达比 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呢 他们最有钱才会成为全世界主要的主权基金呢 我们拿最大的挪威政府的养老金的部分 会发现到这个养老金不是应该比较偏保守的吗 但你发现到它有6成1的股票的一个部位 所以这也造成说整个油价 尤其是布兰特原油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你就看到全球性的一个股灾 所以这个也就代表说 全球以这个油国的一个主权基金 只要这油价持续维持一个低油价的一个状况的话 这些主权基金所谓的一个卖股球线的一个压力 还是会比较重一点的 而且可以发现到 最近整个一个外资在油价还没有止跌的过程 是连时卖嘛 那油价一旦止跌之后 开始这个买盘就有做一个回容 我这时候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这个主权基金的一个卖盘 能够做一个减轻的一个动作 所以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 我们上一下外资 上个礼拜五我们就注意到了 上个礼拜五外资是结束时卖转买嘛 在这你看结束时卖转买 那今天又转买 所以您的意思是外资由卖转买 来自于由止跌涨起来 是外资买盘进来的关键哦 对我这边要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在于说 这个油价的跌跟外资的买卖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但它会有一个连带的关系 因为你想想看 所谓的高盛花旗大摩小摩这边 他听到主权基金要开始卖股票的时候 他手上会不会通知其他客户 顺便把股票清一清 所以我们会被拖累到 做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卖压 但你可以看到油价最近是一个 呈现一个止跌的一个状况 所以未来只要观察 油价在这边不要再做一个破底的动作的话 我认为说外资最少在这个过年之前的话 应该都不太容易做一个大卖的动作 另外一部分你可以看到 外资这一波在卖属于台积电鸿海外 最爱卖金融股 为什么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台湾对俄罗斯 尤其对中东的不减金额 其实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也是代表说 因为他不一定会一定会赔钱 但你可以想想看过去在欧债的时间里面 整个金融股其实都一直是 外资主要卖操的对象 主要原因就是 有这个所谓的债务的一个担忧 破捡金额有多少 因为金管会不是说 我们对俄罗斯破捡不多吗 对 俄罗斯其实总金额来看并不太多 你可以看到 我这个是国际清算银行 对 他准备的一个图可以看到 如果对俄罗斯外债的破捡金额里面 台湾其实跟欧洲国家比起来 不太高 只占0.3一个百分点 这是占GDP的比例 所以换算成金额的话 大概是21亿的美金 21亿美元 对 对俄罗斯破捡金额其实并不太高 可是我这边没有看到亚洲国家 只有日本 难不成亚洲国家除了日本之外 我们算是破捡部位高的 对 这是全球排名 对俄罗斯外债的排名 我们排到前十名里面 所以代表台湾资金外流 有一些都流到俄罗斯去了 感谢汉伟了 刚刚他在迷说 我才真的有点吓到 你看我们对俄罗斯的破捡金额 在全世界的排行榜 亚洲国家 我们仅次于日本的0.31 这个是破捡金额占我们的GDP了 所以应该我们的金融股 我终于了解 为什么外资一连串都在卖金控股 但是请看 汉伟 那为什么今天的金控股 全面都是带盘的要角 反而涨起来了 所以就主要还是跟油价 做一个连结 因为油价止跌的话 对中东国家的债务危机 就不会做一个爆发的一个动作 所以油价反弹之后的话 外资就开始做一个 回补金控股的一个动作 而且大家可以发现到 未来只要油价不再续跌的话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一个 中东的债务危机 俄罗斯的债务危机 它就会慢慢做一个淡化的一个动作 而且金融股的这个杀盘力道 也会减轻 买盘就会加温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但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连结 好 刚刚因为讲到了俄罗斯 我还是要插播问一下了 上个礼拜五呢 我们也关心 因为俄罗斯的卢布 再看过一遍了 卢布呢 扁到了历史新低哦 先提到了 扁到历史新低 听说现在很多的外商 在俄罗斯的投资 要撤离开来 我们有另一个大主题 可是呢 上个礼拜我们说 如果真的 中国大陆愿意习近平啊 李克强啊 帮助一下俄罗斯 普廷的话 那么 这个重扁的格局 马上卢布就会由重扁转升了 扁到历史新低的卢布 果然三天下来 是转升的格局 所以戴总 请问俄罗斯的问题 中国大陆协助下 真的愿意帮助吗 那就能够赢了 当然可以啊 大陆现在有将近一兆 一兆美元的外汇存跌 那俄罗斯最近 从这个股汇是崩跌下来 最主要就是油价崩跌嘛 对 好 那你西方国家要制裁俄罗斯 我不跟你制裁 我跟你畅反调 我俄罗斯石油 我大量买 他大量囤积石油啊 再来还有那个天然的瓦斯 对 天然瓦斯 他们从西伯利亚 接那个大量的那个管 这个输送管 我大量跟你买 就超级大量收购 所以俄罗斯他这边可能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些 这个资金进来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把全世界最大的矛盾点 油价跌升反弹 那这个矛盾点 汉伟我再要一个答案就好 所以油价跌升反弹 确立了 不会再破底了 60块钱应该会回去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还要一段时间 就主要原因还是要看到 这个美国业营有的厂商 会不会做一个退出的动作 如果他此生活生的话 这个油价应该是 我觉得在这边 可能是做一个打底的一个动作 好 所以现在说油价 已经不会再破底 跌升反弹确立了 可能还言之过早 我已经要到答案了 矛盾点第一个 是全世界关心的 矛盾点第二个 是我们最关心的 好奇怪啊 外资还在买对不对 外资连二买嘛 那为什么新台币 台币为什么在今天 还贬得如此之重 而且呢盘中哦 连收盘都正式扁破 31块半 到最后是重扁 1.149 次年32个月的新低 然后外资的买盘 完全都不上 我要问的是宾宇啊 外资的买肯定台北股市 可前面的大卖 又担心台币重扁下 他钱出去了 所以呢 你怎么看现在的外资 他会买回来的啦 为什么呢 其实过往来讲的话呢 台北股市跟国际股市的 联动是相当的密切 但是在这个礼拜的话呢 这个美股啊 有一些不一样的状况 可能要先跟投资朋友 先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礼拜 适逢圣诞节 那美国股市的这个部分 在24号 它只有开市半天 25号休息 所以说在本周来讲的话 这个美国股市 只有开市三天半的时间 所以宾宇啊 我可以下一个标题 这个礼拜啊 全球股市哦 全世界哦 最轻松的美股交易三天半 最辛苦的我们 对啊 交易六天 对 因为我们27号啊 要补上班 所以说这个礼拜 台北股市是交易六天的时间 所以就讲说 这一周来看的话 台北股市将会走出自己的路 那什么叫走出自己的路呢 我们首先就过去历史的数据 来看一下大画面这个部分 OK 大家总以为哈 耶旦节快要到了是美国的过年嘛 所以外资呢 卖股票放假去 结果呢 结果啊 就过去历史的数据来看 还真不错耶 不管是十年以来的统计数据 比如说像2004年的时候 小涨0.1% 2005年的时候涨2.5% 后来到2007年的时候 大涨5.7% 像2011年涨4.8% 2013年小涨1.5% 过去十年以来的数字 除了金融风暴那一年 雷曼倒闭影响 它是下挫之外 其他都是上涨 也就是90%的几率 这一个礼拜 它是一个上涨的盘 我问你哦 如果以此资料来看哦 十年哦 耶旦节的那个礼拜 涨率高达九成 不用讲大家都知道 台北股市是外资掌控的盘嘛 因为外资占多数 呼风唤雨的 所以外资在耶旦节的那个礼拜 没有走 还是没有全走呢 没有走 而且后续可能还会再持续进来 为什么这样讲 或许看到这样的资料 配合像刚才瑞涵所讲到说 这个台币一直扁 大家心里会有疑惑啊 台币一直扁 外资到底现在他们的动作是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 其实要来看外资 他们的心态跟动作 最标准的一个指标 不是在台币的身上 而是在什么 美国公债期货的身上 我们去看一下美国公债期货 近期的一个走势啊 这个是过去这半年以来的一个走势 如果我们看K线图会更加的清楚 过去这两天的一个时间 应该讲说先从11月底 这个地方开始看 11月底呢 因为油价开始形成崩落的一个格局 然后造成俄罗斯跟这个俄罗斯的骨跟汇 产生非常大幅度的波动 所以说国际股市上面热钱逃窜啊 怕钱从整个股市当中不断的一个流出 流到哪里 安全的债市上面 所以说这个公债价格一直往上涨 你看哦 这个冰雨给的是公债价格 价格飙涨 去买债就是大家恐慌跟害怕 对 要有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所以可以造成从11月中底过后的话 价格的飙涨 难怪美国十年级公债殖利率是往下掉的 因为价格大家都拼命的追买啊 对 但是反过来讲到上个礼拜 礼拜四礼拜五 普丁出来邓田看说 他准备了一兆卢布啊 说要来稳定整个的市场 并且向银行注资 所以油开始回稳下来 股市也开始回稳下来 钱又回来了 所以你看看上个礼拜 光礼拜四礼拜五的时间 公债价格大跌啊 连续打了两根的KK棒 也就代表什么 来又股了 国际的资金松了一口气 所以赶快又把钱从再次搬的出来 回流股市这边 所以你看看从上个礼拜四到礼拜五 国际股市纷纷的大涨 包含台北股市也都一样 比如说我们看到台北股市的K线图 配合上外资的买卓 以及融资余额的变化的话 你却发现到什么 要讲大盘的时候 这个宾宇先请回座好了 因为要画大盘 这个礼拜再次跟您强调 美国股市只有交易三天半 我们要交易六天 我喜欢宾宇那个答案 他说这个礼拜台北股市 走自己的康庄大道 所以大盘怎么走 待会留给他来画 我先确认一个答案 因为从您讲 从刚刚汉伟讲 换句话说 油价这么一指跌反弹 本来很害怕 窜逃的油国基金 还有国际的热钱 现在又回流到股市当中 这个答案对吗 对 回来了 好 进广告了 我先要到答案了 总之国际的热钱 是在归回原位 回到了该有他们喜欢的 股票市场当中 台北股市分到多少根 回到现场继续追问 但是呢 当我们开心 钱回来了 这个就不开心了 一份报告说 小心 明年全世界将会有三大变数 形成了危机吗 人生